和Henny King的内房和物馆股 因为看到昨天已经炒上了 因为一来市场冲敬中国贷款市场 布加利率LPR是否会下调 另外一个消息传出来 就是内地正在起草新的规则 就说会放宽开发商使用托管账户里面的预售资金 希望可以舒缓到他们那些资金紧张的问题 就说最快一月底就会出台 就说会首先完成美元工的建筑物线 之后再会用在其他的目的 大家都知道一直以来内房和物馆 都担心过资金链的问题 如果真的这样熟实的话 是否可以舒缓到大家的忧虑 以及这个版块 究竟大家还是要小心呢 怎样看呢 看到内房在这两天 其实股价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迹象 我想最主要的都是受惠一些消息 或者一些政策的利好相关 其实过去也有投资者问的 不是 现在内房跌到这么低 再加上现在政策 好像慢慢对内房的调控 慢慢有些松动的迹象 那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内房建底的信号呢 我自己个人来看 我记得投资者 如果你要看内房是否建底 除了你只是关注一个政策上的走向 其实是不足够的 为什么这样来说呢 过去我们知道内房的行业的营运模式 其实是靠着一个高周转 高杠杆和低周期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一旦如果你在某一个环节出现一个停滞的话 其实对于你整个营运的模式 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了 而这个停滞的点在哪里呢 最早就在去年的三条红线 来到现在 反而最大停滞的点 就不是因为三条红线 令到他们赠不到钱 反而最大的停滞的点 就在于 现在内房整个行业 在销售数字上面 是处于一个冰封的时期 如果在你销售方面 是遇到一个比较紧张的情况 你资金回路不了的话 其实就会令到 你本身整个行业链 或者说你的营运模式 带来很大的影响 所以就算说现在政策 开始慢慢放松也好 这个我觉得是未足够的 要看回内房真正见底 或者回暖出现复苏的讯号 真的要看回内地楼市的销售数据 几时才开始恢复增长 如果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的话 截至到去年1至11月份来看的话 不单在销售数据 包括在新屋动工 包括在资金企业到位这些数据 其实每一个月都是录到一个按月下跌的 也就是说内房下跌的趋势 暂时都未停下来 或者未有一个很明显改善的迹象 另外一个也值得投资者注意的是 现在正正处于内地春节农历年期间 过去在这段时间 对于各行各业来说 都是属于一个比较资金紧张的时期 所以不难解释为何内地暂时在货币政策上 采出一个较为宽松的政策 在这个情况之下 内房本身是高度依赖资金的 如果整个行业 其他行业也好 在资金链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 预期股价或者复苏的步伐 我相信暂时在第一季都未见到 所以我预期最快内房股 真的要复苏步伐的话 我想最快最快都要从第二季先开始留意 同时投资者亦都非常需要看回 究竟内房销售数字在什么情况之下 或者什么时候才会录得一个回升 而现在见到政策慢慢滲出来 可能是有些暖风吹出来 我觉得对于内房股 可能每一次出来 对于股价的支持相对来说是比较短暂的 而过去内房的股价表现 亦都是见到一旦出现反弹 后来又会继续跌下去 所以我觉得暂时投资者 对于在第一季的内房 我觉得都是较为审慎是比较好一点的 好了 倍速的 感谢观看